下節開始 剛剛聯絡周師傅 他說現在應該可以在行車 慢慢動軟 動軟到十分鐘 他說應該可以 要安全駕駛 希望不要再发生那么多这些大型的交通意外 因为也埋怜近晚 大家都希望可以齐齐整整过新年 好了 今晚本来等师傅的恐怖多一点 不要紧 我们退遲一点 还有我一会儿 答应大家 读回一个现场的email出来 所以收费时段的朋友绝对会 是的 一定会多点听 要不是收你的费来把鬼吗 好了 这位叫山渣饼 是Edmond 你好 我是山渣饼 我之前打过电话来分享关于我一个auntie 在台湾被鬼上身之后 调转写字 还有我在多伦多遇到一个 熊山鬼魂的经历 今次打算来分享我在 纽约州遇到 灵体的军队的经历 军队 是的 试园那时候 大约是2000年头 我在美国读书 那时候大约是差不多聖诞节 未到聖诞节 差不多聖诞节 大约差不多12月 我就在放车休息 考完试 那我就由波士顿开车 上去多伦多 大约10个小时 我一开车开了头6个小时 都没什么事 直至去到 如果是美国的朋友 可能应该知道 在纽约州 有一个叫做 Sheracuse 附近的地方 大约10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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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发生事情 那当时是晚上来的 大约10点左右 那里因为是一些 乡下地方 都没有街灯 一路路走都是黑黑的 那些地方 其实夜晚都不会有很多车 所以我一路走 其实on the way 都不是见到很多车 那我走着走着 一路在播放聖诞歌 那个收音机 其实都挺开心 一路听着聖诞歌 一路开车上去 一路跟着聖诞歌一起唱 但是很奇怪 走着走着 突然聖诞歌声 开始变沙 收音机开始有些 好像沙沙的声音 然后突然间 那些聖诞歌 变成了一些 之后我才发觉 原来是当时 美国打独立战争 那些军队的军歌 会不会闪了台 不是闪了台 我很肯定不是闪了台 因为那段时间 聖诞节期间 即快到聖诞节 那些台正常来说 是不会播这些 通常都是播聖诞歌的 即是无论怎么样 jam台都不应该突然间播这些歌 是吗? 是很奇怪 突然间傻傻声 突然间突然声音 除了这些打鼓 和吹蓝 这些战斗 那些歌 是军队歌 好了 那我初头听到这些歌 我都不以为异 我都初头以为jam台 那便算了 那大约走多100-200米左右 我突然间慢慢看到 有些灰色 嗯 嗯 嗯 偷队明 的人 在那里走 每个都是穿着蓝色的制服 和我头顶呢 戴着一顶帽子 在路边还是在路中心? 直接在路中心 中心 哦 是 初头见一个 接着越来越多 看到两三四 最终见到 我想大概十几个左右 就见到他们慢慢在路中心 打横走过 走着看到他们 又突然间逐个逐个 好像中枪般躺下了 哦 那我当时已经勤了 因为我走着很高速的 那我都不知道 要冲过他 或者是 避免 当时我就在想 这么黑 我没理由得得晃的 否则 因为怕车会滲开 滲开路中心 哦 所以我就选择了冲过他们 哈? 那真的是人 你是不是撞死他们 我看到他们不是人 哦 你相信他们不是人 哦 他们偷偷地明白 所以我冲过他们之后 冲过他们之后 那一刻 突然间的玻璃 變成像蒙不快一樣,好像結了冰 當時我很害怕,因為你走那麼高速又黑漆漆 看不到前面很危險 我就嘗試用水撥,撥前面的窗,撥不到 我就想怎樣算好呢 時髮時發覺,我想到不如按下窗吧,唯有發頭出去看 按下窗,撥了頭出去看 見到突然間又不見那些人影 當時我就想,這樣也不是路 不如慢慢歸速地走到旁邊,然後停車 我就這樣做,撥了頭出去,然後慢慢很慢地走到旁邊,然後停車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太害怕的關係 我一停車,開始情緒失控 開始不停哭不停哭,腦子亂了,完全想不到 覺得很悲傷的感覺 當時我覺得這樣的情況不適合繼續駕車下去 就走到一旁,等了 大概等了半個小時,突然間有警察出現 可能警察看到有輛車拍了一旁,黑漆漆漆的 就走過來問我究竟發生甚麼事 當時因為我已經情緒亂了,我就跟警察說 說我看到那些人這樣 很奇怪,警察好像無惡言 一味安慰我 警察可能覺得我的情緒實在太不穩定了 所以就叫了我上他的警車 他就載了我去一個休息站 在附近的休息站 我一落車,離開了警車之後 進了一個休息站 我一進到休息站 進了門口,就看到有一部機 那部機是一種 如果你放一個penny進去 即美國那些銀仔 叫一個penny 如果你放進去,它會印一些字在銀仔裡 我走過去看一看 另外那個機是印主土紋 為甚麼? 即是你放一個penny 就會印主土紋出來 主土紋在penny上面 那是甚麼 那我就想,為甚麼這麼奇怪 因為我在美國住了很久都沒見過 我又很害怕 當時就不斷入一些銀仔 不斷印主土紋的銀仔出來 印了幾個之後,心就開始靜一點 那之後這件事就過了一段落 那我記得隔了一兩年之後 我在History Channel看電視 就看到關於獨立戰爭的一個紀錄片 那剛好就說 原來我當日看到那些靈體軍隊的地方 原來就是獨立戰爭的時候 曾經打過一場大的仗 就是美國獨立軍 即是那些穿藍色衣的軍隊 打英國的軍隊 英國隊穿紅色衣 而當時我看到靈體那個位 正正就是他們發生戰爭的地方 而藍色衣,即是美國獨立軍 全軍覆沒 所以就對應我當時看到那些藍色軍隊的人 逐個逐個逐個被射死了 這樣 但當時只有你一輛車嗎?全程 當時那一段路只有我一輛車 即是沒有人見證到 只有你看到這件事發生 當時是,我有單人開車 然後附近 當時我看到有其他車 之後看回心還更寒一寒 因為原來都不知道 原來那裡就是展場 明白 OK 你是不是不夠膽再經過這條路了? 以後都不敢 以後不敢 因為原來之後都看回報紙 都發覺原來那個地方 都曾經發生很相似的嚴重意外 OK 那什麼原因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就有這樣的經歷 嗯,都很實在 這件事 有些歷史的背景 好,多謝你的電話 好,請你分享 謝謝 好,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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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已經等你很久了 唉,今天發生什麼事 其實恐怖熱線是真的很恐怖 在線 恐怖在線 令我暈暈暈暈暈暈 因為剛才出去拍攝 希望有些好的材料可以拿回來 會請的時候走錯路 走錯路就剛好遇上車 好,這些就是整定 是啊 不是沒有原因的 是有原因的 整件事 所以我不應該出去拍 其實 在那裡用Google Map 就算了 對了,Iron不是說 你拍照 我其實Google Map 都可以描述出來 是嗎 我想拍到那個位置 跟Google Map 看得到那個位置 還有剛才有時間 好了,這樣 為什麼要出去拍照 一定有原因 是,有些故事在這裡 好 這裏一看 這個是太子 太子角落有個P字的位置 那裏是有個發電站 即便拉站 那個位置 經常有個婆婆在那裡燒東西 過去很多年都是 你是親眼目擊的 是親眼目擊 因為我以前有段時間 寫字樓在那裏 他每逢晚上九點後 他就出來燒東西 每逢晚上燒 每逢晚上燒 除非打風下雨 很神心 我們以前開車經過 叫他做師姐 認識他嗎 認識他嗎 不,以宵夜來說 他可能燒了幾十年來 還有第二張 都是那個區 不是,另一張 有他有他 不要緊 這個就是 九龍品義館 剛才我拍完這裏 他就開車上來 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鬼 還是怎樣 搞得我 不打不打 你根本不用經過那裏 是啊 這個九龍品義館 合該有事 我的朋友 搬去這個品義館的後面 他就 每晚都很後悔 為什麼呢 原來搬去不久 他已經發覺 每晚都聽到一些打齋聲 這個是正常 你賓儀館旁邊聽到 很正常的 因為他在看樓盤的時候 是白天 會有第二張嗎 有張清楚一點 再後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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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一張是新式的 這個天橋後面 他搬去那裏 新式的 有三十幾四十樓 還有很多一張 哦 即是那個什麼 那屋圈 我忘記了什麼名字 那裏 他在看樓盤的時候 不知道 這裏有很多東西 是嗎 他就說 為什麼他搬去那裏呢 因為他本身的車房 就是在殯儀館附近 這個港灣浩亭 好像是 港灣浩亭 他打算上班近 然後搬去附近 誰知道搬去之後 他老婆就 夾晚就 發惡夢 好像被鬼摘 那樣 他自己的車房生意 也出現了問題 所以我就值得拍一拍 就代表 如果你附近很聚陰 其實就不要亂搬過去了 喂 這裏全部都有很多故事的 其實是 有些東西 直接是前面的舊樓 那些舊樓 很多人打來講過 因為他對著殯儀館 你們有沒有做過一個主題 這些 這個區 或者這條路 真的沒有 但也真的聽不少 我拍照的時候 都覺得很難 因為那時候是十點多 十點半左右 總是認不住 附近有些奇怪的事情 但是他有沒有看到的事情 你的朋友除了說 生意不好 或者不聚財 他沒有說看到 但他女朋友發覺的夢 就很奇怪 因為每晚打完駕駛之前 可以睡覺 就不多不少 那個影像 那樣東西 入了潛意識 直到有一天 車房的那些伙計 就聽到一些怪聲 但車房也是在附近 對 因為他走回去 對 他們明明預備下班 差不多結尾了 最後十分鐘離開 譬如我們三幾個人坐在那裡 待會去給他吃東西 就聽到廁所有人在用的聲音 然後說 誰還沒出來嗎 譬如Eric還沒出來嗎 他說不是 我出去吃煙 然後隔了一會 走出去一起吃煙 就看不到Eric 就想哭 你行不行 我們走吧 就是沒有人的 那Eric在哪裡 Eric在上面的寫字樓 原來一直沒有用的廁所 對 有這些事件發生 久不久 他不會每晚在那裡 譬如說 那晚可以收拾東西 剛好大家都做到很累 譬如一天內做六七輛車 這樣就出現這個問題 但跟你剛才所說的外婆有什麼關係 外婆是另一條街 外婆是另一條街 兩樣東西 外婆的照片 附近有一個龍慶堂 龍慶堂是一個擺放先人派位的地方 樓下地面是做中藥的 因為有些人很喜歡拜神或燒衣 尤其是聽這個節目 這些位置是適合這樣做的 一定有料到 一定有東西收 所以就特意想這樣拍下來 那位婆婆近這半年 我駕車經過 附近很多東西吃 我連駕駛駛駛 那位婆婆不見了 不知道是不是香了 你這樣說 別人不燒東西不等於香了 她年紀真的很大 可能她去了浪人院 可能不再晚上出來活動 反而沒有了那種感覺 因為以前燒到火很大 她好像很丟本去燒東西 OK 就要有一點點 說回地區上面的事件 但剛才我起了一個題 因為日前有一宗在賀文田 水箱 掉了水 是 水箱發現屍體案件 引致買家剩下幾十萬訂 是嗎 這裡我沒有追到 剛剛的 剛剛今天出的這段新聞 就說整個大廈 會不會都變成空窄呢 有沒有這樣 風水學上 或者靈異學上 會不會這樣定性到這座大廈 成空窄呢 知道它掉到哪個水上 鹹水還是食水 我剛才也說錯 其實是鹹水 那也好一點 鹹水好一點 南海兒那個好像是食水 南海兒那個是不是食水 沖涼的水也可能感染了 應該是食水 應該也是 我也有跟進過這件事 那個女死者 其實如果在天台上這樣做這些動作 其實第一點 她的靈魂 或者她的雲頭 一定會長期留在那裡 現在都不知道她是自殺 還是 不知道 就是這樣說 她的問號 總之她在那裡新故 她的雲頭在那裡 第一點 第二點 最受影響是哪一房 是哪一個 一定是住頂樓那個 因為第一個就是她 沒錯 第二 另一點就是 跟她 吵架那個 她說什麼被迫害 還是權責 那個應該有時間 走水雲 是啊 所以這三個因素 我想七七四十九日 就開始浮現出來 你不要太嚇唬她 七七四十九日 她的雲頭開始回來了 真的嗎 真的嗎 有聽眾說 老人家 老婆是她的親戚 不是吧 叫她打給我 你告訴我 她還健在就行了 就是這樣 誰的老婆 叫你老婆打給師傅 那個老婆是誰 燒火燒得很厲害 那個 好 好 老婆還健在 不要遷就老婆 可以問問 為什麼老婆每天都在燒 什麼事 我也很想知道 是不是有原因 她老公在街上走了 還是怎樣 一定有原因 她每天都燒得很厲害 我們一個人燒不到這麼厲害 或者她真的在那裡住 很多靈界拍門 老婆 每天燒東西給我 麻煩你 因為以前葉問那個年代 其實很多拳館 還有神工館 很喜歡在那裡開檔 租一個單位 因為便宜 房屋那個區又夠 後來到我學藝 那個年代 即是2008年 2007年 那些年代 仍然存在很多神工館 在那裡 很多神工館的地方 附近一定有 有些東西 原來是神工館 很多很多 好 那看看回應一下外婆 為什麼經常在宵夜 看看會不會有些故事 她說過了 明天晚上回應給潘先生聽聽 即是過了 我猜中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可能有另一個外婆 可能有另一個外婆 整條街那麼多外婆 或者是這樣 最後一點 說回那個大廈 即是那個女保安 這件事 其實一定 如果是自殺 就一定要化解 要不然 那幢樓要賣出去 不是那麼簡單 即是那個單位 如果單位要放 在這些情況 很極端 因為很多年前 你曾經有一個個案 我很記得 就是說 有個人搬去沙田某個屋卷 什麼什麼 跟鬼有交易 即是有個地產廳 還打回來說的 就有個老家進去住 就說 我對你好一點 那你反過來也幫幫我 是 但她是風山水起的 對 她說她找到過千萬 其實是有的 這些故事 是真的 我真的見過一個 就是有個人很喜歡 拜一種神 我們叫他黑白無常 拜完之後 就發過豬頭 但另一方面 她有些事情要付出 健康 她說明 她不知道多少列名 假設我們三四十歲 你通了那個零 她就說明 你最多只有四十四歲 那你就要不要 對 沒錯 那你是把鬼嗎 每個看法不同 你沒有命響的時候 如果像我這樣 我經常要住劏房 沒有錢交租 你給我幾千萬 可能是我的兒子 即是我寧願享受那十年算 有些人會這樣想 我感受到他們的意思 即是交易 所以回到剛才那個保安 就是如果那層樓你要放 你可能真的要跟她 合理到一件事 譬如女保安員 請你幫幫忙 我真的要等錢 要放這層樓 我最多每月初五十五 燒夜給你 或者你沒有妹仔服侍你 我燒給你 要跟她溝通 但問題 她在那裡 她了斷她的生命 她沒有跟任何人 結怨 沒有跟其他不關事的人 結怨 她未必會害你的 你未必需要跟她說這些 絕對 我也沒想要害你 你跟我說什麼 但當經紀一帶客 去看你的房子的時候 氣場令她很想快點離開 如果那附近有事 是嗎 看極都好像不太合心水 或者看那一刻很棒 老婆這裡很划算 回到家睡了一晚 老婆聽說 不要了 表妹那間更好 總是很多這些 不過現在有人已經撤了訂 一定有骨牌效應 也有人撤了訂 接著那些已經很不敢去處理 也不敢去買入 除非很便宜很便宜 我跟她合份買 如果很便宜 因為你做直播也很便宜 很便宜也很便宜 很便宜也要一千多萬 是嗎 我借也借回來 你剛才沒有看過 雜誌中籌 而且凶宅大王也叫大家 千萬不要亂來 這些凶宅 叫他買 他也不知道買不買 我們今天還有一個話題 除了這個事件外 因為我今天找周師傅上來談 其實是想說一些舊有的地方 因為我最近也回憶一下 以前大家住的舊區之類的事情 很多時候大家會說 可能我住在順利 或者是觀塘一帶 最近也比較多 或者是灣仔銅鑼灣一帶 請問你的舊區在哪裡 我小時候有一段很長時間 住了赤柱 不是那些幾千萬 很普通的地方 赤柱有幾個傳聞 第一個傳聞是小學和中學 在打仗年代做過醫院 在那裡很多人死亡 也不是傳聞 這是真實的 歷史上有記載 至於我那個年代 引申了什麼 有些人可能說 放學之後 一個人在練琴室那裡練 覺得突然很冷 這是第一點 你可以說一個小朋友 在一個荒山夜裡練琴 會覺得不舒服 不要緊 第二個問題就來了 去到八百多年 八百年左右 那間學校有個校工 被人殘殺死了 我覺得很奇怪 首先她是失蹤 殘殺即是支離破碎 還未算 總之是結怨死 首先她失蹤了 有個造謠者說 她回到大陸 親死去大陸 再過一段時間 校工的女兒 說不是 她沒有回到大陸 不如警察查一查 不知道為什麼 陳推鬼拱 就在化訓詞 找到阿叔的屍 那屍 發脹了 然後再翻查很多事情 警察搜證 各樣那樣 原來發現 造謠者 是這間學校的另一個校工 原來這兩個人結怨 話說有一晚 他們兩個就吵架 應該是很無謂的事 我聽到版本 這兩個本身都是大陸下來的 不是土生土長 很講道理 或者怎樣也好 一個就吵架 有些暴力傾向 就居死了 居死了 居死了之後 就順便 把屍體放在化訓詞上 造謠的空手也是他 對 沒錯 這一個 那他捉不捉到他 當然捉到 捉到 他自己都供出來 不知道 我當時也很用 這個引證了 那個地方本身很陰 因為他差不多走到最盡頭 你有沒有去過那邊游泳 偏攤游泳 沒有 如果有去過的人 就大概知道 尺處監獄 或者尺處砲台附近的位 那個位其實是一條路的盡頭 如果通常凡是一個盡頭 而且有一個歷史紀錄 就通常有些麻煩的事情 所以這就是我聽到的一個故事 其實尺處真的很多 譬如美利樓 也不用說 在中環搬過去的美利樓 還有你所說的學校 我們上次也去做了一個靈探 去到天涯海角的位 是 也是很陰的 經過那個什麼磁士 安老遠在入的位置 是 還有一件事就是 牽涉到我們以前拍了一部電影 就說到 在旗的時候 就說回一件事 就有些小朋友 有些聰學生 幾個女生 就去了軍人墳場拍照 就撞到靈體 結果原來 後來為什麼引生說 在地鐵裡面 在油麻地站 看到那個女生跳下鬼 但就找不到屍體 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那個女生 本身被靈體影響著 就是纏繞著 那個女生跳下去 那個不是肉體 是她的靈魂 但是當時是那個女生 見回自己 後來她害怕到 馬上跑回家 然後沒多久 就死了 那這件事就是 好像病死 已經是沒有上學了 什麼年代 這件事 八幾年 即是說 地鐵出了新聞 說撞到那個 那些姓什麼 什麼姓什麼 我又沒有 為什麼呢 有什麼關係 因為這件事跟我小時候 聽過那個 又有些不謀而合 你對著那個麥克風 就說 那個女學生 你當成是病死 之後有人看到她上學 你明白嗎 是不是這件事 我就是想 如果是姓黃的 就是同一件事 因為那個人 我們放學去士多買一瓶蔗汁 就算了 那個男同學 一邊喝一瓶蔗 看到那個女孩 就說 你還在這裡 我打機先拿酒 但當時知道她死了嗎 真的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隔了兩天之後 賣了報紙 那男孩就很害怕 馬上病了一個星期 就覺得 為什麼我會看到她 說她死了 那她怎麼死 也有病死 說她病死 說家裡病死 好像是 之前玩過碟仙 那個版本就說 在墳場拍過照 可能是兩件事都不奇怪 但是那個墳場我都去過 那個墳場 以前有個年代 阿士在那裡拍戲 拍殭屍片 經常拍戲 對 拍照拍戲 什麼都一流 因為那個環境不錯 但是也不覺得 有什麼那麼陰心恐怖 其實說真的 因為那是天主教 是漂亮的 天主教墳場 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 OK 不知道她和我丹 不知道是否姓黃 這件事 總之就是 牽引出來的地鐵事件 就是 香港的另一宗 很轟動的靈異 有證據的一件事 就找不到屍體 其實就是 原來他們去完這個墳場拍照 之後 我們每天都去拍照 在那裡拍一下 找些東西拍一下 你不是很想拍攝嗎 對 我想跟你學習 不要這樣說 絕對有機會 那你26號來吧 沒有問題 你說什麼 腸仔 我不吃腸仔 我們也不吃腸仔 但我們可以做些事情 可能在廣場 在這條門做些事情 好 看看怎樣 OK 不吃腸仔 不要緊 有些東西都很好吃 可以介紹給大家 就是現在我們 almanpoint.com 看到一隻 醬 什麼醬 鹹醬 鹹蛋醬 你有沒有吃過 我吃過 很好吃 如果你喜歡吃鹹蛋 加上一些 可能是新加坡的 鹹蛋薯片 鹹蛋魚皮 哇 邪惡到爆炸 邪惡到爆炸 你現在就可以買這個醬 自己回去吃 我們打火鍋試一下 對 超級醬 按進去買 幾十元瓶試一下 好了 辛苦了師傅 好 多謝 幫我們找了一單這樣的資料 看看會不會有其他人的回應 關於大角咀的事件 好了 明晚繼續《恐怖就線》 也謝謝師傅 好 多謝師傅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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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